现在时间10点50分 我们看今天早盘整体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分市结构图 我们看今天早盘走出一个高开高走性的行情 目前三大股指示大幅的上涨 从K线图上我们看到拔地而起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阳线 目前北向资金净流入已经是超过了50个亿 同时有超过4400家个股市以反弹为主 从A50指数上我们也看到走出一个单边的反弹性的行情 以及亚太市场上的日经指数上涨1.22% 恒生指数大涨2.69% 包括韩国也是上涨达到0.99% 所以说今天我们迎来了红色的星期三 整体市场在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有一系列的政策利好的消息 从早盘我们看到医药板块 软件服务 医疗保健 IT设备 包括半导体板块 整体是侧重于净创和医药板块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酿酒板块和证券板块 相继涨幅也是达到了2%以上 在近两天证券板块和酿酒板块 整体是带动指数的一个下行 目前已经是气温反弹了 就像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的 指数当跌破3000点之后 我们要观察一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在2934点这个位置形成第一点之后 持续时间仅仅是两天 4月份2863点第一点形成之后 持续是三天的时间 目前我们看到也是仅仅两天的时间 而且在3000点的下方 政策在持续的发力 对吧 包括我们看到在3000点下方 一股神秘资金力量连续走出一个微型反转 在今天我们看到早盘也是一样的 形成一个快速的买盘的推进 以及在昨天我们看一下分式协务图都是一个微型 所以说3000点的下方包括目前的位置 整体资金其实就是买买买 那么对于后期而言我们仍然是坚定看得 同时今天的反弹是源于在昨天海外市场上涨 以及我们内部整体的利好消息的推荐下形成的反弹 在收盘我们要观念看一下整体的量能有没有继续放大 所以说对于下一阶段而言 我认为投资者关键的是什么 眼光 你能落在多远 就像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我认为这一波行情是到明年的1月份3400点 这个位置调整有没有结束 或者说有没有展开反弹 我们就耐心等待即可 本身板块已经开始形成了分化